就是我是單親家庭的小孩 小時候他都會來看我啊 都很開心 可是到慢慢大了之後 就會發現 爸爸好像不是很對 就是很多情緒上的管理不是很對 那後來經過在大學 才知道說他在精神觀能部分 有一點問題 跟我開始要錢 然後 我就覺得 你小時候都沒有關心 就是不是關心 就是你都沒有撫養我 然後在我一出社會 就開始跟我拿錢這樣子 然後就不是很開心 然後我後來就吵架 結果有一天 我就居然收到發原來的信 然後就看了就傻眼了 那是刑事罪 然後就是告一氣 然後那時候就是看到這個東西的時候 就有點憤怒 就覺得 我是女兒怎麼這樣對我 我覺得我爸爸這樣的狀況 對我最大影響的就是 不安全感 你會拼命的要去賺錢 像我現在做活動主事 然後可能還要做直播 就是真的是累到不行 可是我日復一日還是這樣做 已經這麼決裂了 但是發生了什麼事 有一個什麼樣的轉機 讓你下定決心說 你要跟爸爸打破 這樣子的關係 就是有一次我在醫院出來的時候 就看到一個小女生 就是扶著是小女生 然後扶著他的爸爸 那一幕感覺讓我覺得說 這麼小的小孩子 都願意為他的爸爸付出 那我已經這麼大了 而且事隔這麼多年 已經事隔四年的時間了 那我覺得 我是小孩 應該要先跨出這一步 maybe吧 我也不知道 Debbie 現在我們要打生命電話了 你告訴我們你現在的心情 我有點想逃 因為我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 那我想要打給他 然後讓他知道說 我不氣了 我想要讓這一切 就是不要讓我生命中留下任何的遺憾 喂 我很好 好 Debbie 我們打完了電話 你可以告訴我們 你現在是什麼樣的心情 如釋重負的感覺 然後呢 然後打給爸爸其實還是 還是有一點害怕 但是至少覺得 爸爸說他明天要來看我也 帶我奶奶 不知道會怎麼樣 其實原諒爸爸真的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然後我花了四年的時間 然後才有一點點那樣的想法 因為我知道他現在一定沒有過得非常非常的舒適 那我希望可以在我 在我這個可以的範圍內 讓他過得更好一點 謝謝 謝謝 中文字幕 李宗盛